振奋人心!福格森已经顺利出院!下赛季重回梦剧场看球! 腾讯体育讯!北京时间6月2日,根据英国《太阳报》、《每日净报》等多家媒体的消息,前满联主帅福格森已经顺利出院,老爵爷已经可以下得走路,新赛季,他有望回到老特拉福的球场看球,而福格森还可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! 在今年的5月份,福格森突发脑溢血住院,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,不过很快就有消息传出,福格森的病情得到控制。 在福格森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,整个足球世界都向他送出了祝福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医院醒来的时候,福格森在第一时间询问儿子带队的成绩,那场比赛,福格森的儿子没有赢球,他执教的唐卡斯特林质疑赋予了对手。 千等万等,曼联球迷终于可以为福格森绝世安心,因为在近日,福格森已经出院,前曼联主帅将在自己妻子的照料下继续康复。 据悉,福格森还向他周围的人表示,在今年8月份英超开始的时候,他渴望可以回归老特拉福的球场观看曼联的比赛。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,所有人都知道,福格森绝世是一位赢家,他不会在这场同病魔的抗争中低头,很高兴看到他走出医院。 他的康复情况很好,尽管他目前还不能向员工表达感谢,但是他回到老特拉福的球场看球只是时间问题。 这个夏天还有世界杯比赛,基本康复的他也不会错过世界杯的赛事。 福格森的出院让曼联球迷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,祝福这位足坛的传奇教练可以尽快彻底康复,梦剧场的看台不能没有他。